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 那在雙11後兩個禮拜 那我所購買的包裹就到了 那 沒想到他寄來的東西竟然有分量 那又那麼大一下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就趕快來開箱吧 那他這個瘦大機是有夠大的 那東西先放旁邊 然後從哪裡開的 從這裡 那打開後就是這麼大 那他下面還有一個操作說明書 那這是用來轉接我的線 備用保險絲跟螺絲 超大的 給大家看一下 我買這個就是 他的電源供應器 我記得我買一隻500瓦 就是12伏特500瓦 他就帶子 輕鬆就把他 他包的蠻 蠻貼心的都吃掉 空氣泡的 要把他抽 這個太厚死了 那他這個電源供應器 蠻鬆的 小小一個 大致上他這個就長這個樣子 那這這個的話就是我買的最小的一個東西 他是現在最新的藍牙5.0接收器 那他也可以發射 OK那他一樣保暖的還不錯 那他這個其實很小 那他這個其實很小 那他還是怎樣 小小的一個 而且這個重量很輕 而且他有很多個 他有很多個按鍵給他 就是可以做光輪的切換 那他有附一條 通電線 那 3.5的 還有說明書 那下面都沒有東西 那這個是 這個藍牙接收器的一些信息 那這次會用 一路發來做私人擠運 那是因為有 藍牙接收器的關係 那擴大機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賣家設定 就是沒辦法讓我用 官方的擠運 那在雙四一的時候 因為是全球最大的購物節 所以 物流會比平常 慢到 一到兩個禮拜 所以我通常就是留兩個禮拜的時間 讓他 去 做轉運 那一個禮拜是在中國 那另一個禮拜 則是在做出方 到台灣的 動作 那一路發 是 我用了第二次 那感覺現在的 速度也算蠻快的 好的 那這次淘寶雙十一的開箱 先到這邊 那之後再詳細的 開給大家看 那大家如果喜歡的影片看到 也請按個訂閱 按喜歡 那我們下次見囉 大家拜拜